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脑骨手足部的小骨也可以发生骨肉瘤 但是它们发生的几率是比较少的 也比较罕见 骨肉瘤好发于青少年和年轻成人 约占儿童肿瘤的5% 骨肉瘤恶性程度是非常高的 在局部呈现轻润性生长 并且容易发生骨转移 肺是骨肉瘤最常发生骨转移的部位 大约有40%的骨肉瘤患者在就诊时 或者在治疗时出现了肺转移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骨肉瘤在诊断时 已大多出现了微小的肺的转移罩 而患者总是认为切除了就万事大吉了 但是想不到发生了肺转移 所以骨肉瘤必须进行综合治疗 定期检查 我们下期见